轉會大神第30集 今集的主題是 車路市中場最後一塊拼圖 新尼奧路加強維拉 和蘭特重返德格 還有另外一大主題 亞迭市脫胎換骨 轉會大神第30集 馬上開始 正式開始轉會大神第30集 首先在這裏 讓大家看過去一些集收的翻譯 哪些未看的歡迎你來到我的頻道 重溫 再一次多謝大家對每一集的支持 還有一點點想說 本來想著這個系列 整個夏季由7月1日開始的第一集 想著做20集左右 但是 今個夏天可以說是近幾年 或者近10年8年 轉會市場最瘋狂的一個球櫃 2324 隨著說有沙特阿拉伯的球會 在搞亂局 亦都是 有很多過億轉會費的 轉會 球員亦是產生了 所以 比較密集了些 現在30集 當然會有31、32、33集 我相信 好,轉入席 報道一下第一單的消息 轉會消息就是 亦都是今集的主題之一 德國國家隊的前鋒 荷蘭特 重返德甲 現年31歲的荷蘭特加盟的球會 就是德甲近這幾個球櫃 表現得非常堅挺硬正的 柏林聯 柏林聯較早時候 亦都有德國國家隊的左翼衛 因為過身時已經加盟了 好 說回 荷蘭特31歲 但是由於 因為他上季開始 在法甲的球會 摩納哥那裡 已經失去了正選位置 新價亦有 一季之前的 2200萬歐元 一跌跌到 800萬歐元 但是 說到轉會去 柏林聯 更加是 800萬歐元都沒有 那個轉會費就是 400萬歐元 再加150萬歐元的浮動條款 介紹一下 荷蘭特小小的背景資料 他出身至 1860布尼克 這間球會的清分體系 2011年1月份 轉投賀芬鹹 去到2016年 以2000萬歐元的新價加盟 得格另一次勁女 尼華古順 由賀芬鹹 以至尼華古順 一共出場247場球 射入77球 以及有62個助攻 可以看得出 這位前鋒 無故賣門 以及這個助攻 是相當平均的一個球員 尼華效力四個球季之後 以1100萬歐元的新價 轉投去法甲球會 摩納哥 本來去到摩納哥 他是絕對主力 不過上個球季 因為傷患的記錄等等 或者狀態 不是很平穩的問題 所以只有11場球 是正選的 一共入過六個球 以及兩次助攻 個人想說一點點 就是 一向對荷蘭特這位前鋒 也是挺欣賞的 他絕對不是那些 典型的射手 炮台位的球員 但是他在前面 他肯去跑動 拉扯對手 背著對手的後防 仍然能夠 停到球 為隊友 作出一個策劃支援 再加上 其實他轉身射門 尤其是他的左腳 本來也是挺厲害的 這樣一個前鋒球員 可能是因為傷患 或者在狀態 不是保持得很穩定 或者應該說 轉頭轉為發甲的 摩納哥 也承著德國國家隊 近幾年的退勢 始終都沒有給他一個十足的機會 給他 個人覺得他 尤其是國家隊那方面的制御 是比較可惜的 這樣說法 德國隊 在2024年 自家地頭 舉行歐洲國家盃 如何退發 他的成績 也不能夠太失敗 是有壓力的 荷蘭特 今次重返德甲加盟 這間近幾季 表現得比較穩定的柏林聯 希望可以帶動他 有一個穩定的演出 也不要太多傷患 隨時說不定 他可能會重劈 德國國家隊的戰衣 可以在他的職業生涯 比較後期的階段 重新證明自己 我期望他有這個機會 所以他加盟柏林聯 我替他開心 替他高興 而且他的身價也不貴 對於柏林聯來說 也是支付得起的 另外一宗轉會消息 說的是萬成 由於奇魂迪布尼 大腿的傷患關係 之前歐冠決賽的上半場 對著國際米蘭 也因為那個位置的問題 拉傷了 而要被換走 去到英超開季 第一場對著班尼 同樣位置 再度受傷 他那個位置 本來萬成 很有計劃打算 想著 向韋斯咸 收購這位巴西 進攻中場球員 柏基達 出到7千萬英鎊 然後韋斯咸 一直叫價 又想叫過億 韋斯咸 也很威風 一季製造兩位 過億的球員 不過問題來了 柏基達近日 巴西方面有些媒體的報導 就說他涉嫌參與賭博的活動 這個賭博的活動是來自於什麼實體證據呢 就是剛剛上個球櫃的3月份 同一天 裏面 確認得到的 國際捉協 以及英格蘭捉 都確認得到 說 有兩個巨額的投注 這兩場球 就是柏基達所效力的韋斯咸 面對著阿士東維拉 以及西甲那方面 就是貝迪斯 對維拉利爾的比賽 在說的是柏基達 以及另外一位 在貝迪斯效力的巴西球員 魯爾斯和安力基 紛紛在這兩場賽事 一場英超 一場西甲比賽當中 就獲得了王牌 而就是檢查到 那些賭博的公司 有幾個新開的帳戶 就注入了 最高的存款限額 那就賣重 這兩位球員 是會獲得牌的 事實上也是中了 所以柏基達就被懷疑 有份參與了 既然如此有嫌疑 曼城就要放棄 對他作出收購談判 那麼韋斯咸之前 調到這麼高來賣 道犯傳後的說法 如果早點脫手 早點放 賺少兩三千萬磅的話 可能現在 自己也進入不少 是不是 當初收購巴基達 也不是這麼貴 但是你又可以脫掉他 現在就算 如果是這樣去檢查他 韋斯咸也未必可以用得 哈哈 這些就是時間的問題 曼城 你可以說 他們是逃過一劫的 但是來了 由於沒有了 齊雲迪布尼 亦都是 根道簡轉了會 馬列斯也去了沙特阿拉伯 那轉轉間 對於夏蘭特來說 幾位可以為他輸送的炮台 都沒有了 不是說現在沒有人 例如說 改造艾華里斯 還有班拿道斯華 基烈殊等等 但是在那個 輸送炮台的位置 你無形中 你聽我這樣數一數 都已經少了幾個 那不是會削弱 夏蘭特的威脅呢 也都這樣說 最近有些媒體 也都很聰明 就列出了 夏蘭特已經連續幾次 所謂一場過的決賽 是沒有表現的 可以這樣說 如果對方 是有心部署的 例如釘死那些 可以為夏蘭特 作出輸送的球員 撤斷的路線 那你可能的表現 就會受到 正程度上的影響 再加上現在 本身這些輸送者 的數量也少了 當然現在就是季初 曼城還有時間去補教的 反而柏基達 以及路易斯安利基 這兩位的球員 路易斯安利基 還是這個貝迪斯 看看他們最後 調查出來的結果 是怎樣 究竟是還他們清白 還是 水洗都不會清 好了 紐卡素那方面 也繼續是英超的 轉會消息 打算簽入 車路市的18歲 左邊翼衛球員 賀爾 轉會費的形式 有不同的說法 但是最多人說的 都是2800萬英鎊的固定條款 再加700萬英鎊的浮動條款 再加上二次分成 這樣子 我覺得 入賀爾這個球員 紐卡素 真的很聰明 紐卡素那些 買人的方針 部署 我覺得是相當成功的 紐卡素之前傳說過 又說想針 阿仙奴的泰亞尼 而車路市的賀爾 尤其是季中開始 有個不錯的表現 當然是車路市的亂局 賀爾比我最大的感覺 就是當受到對手追前壓迫 仍然能夠運用他的速度 他是年輕 也充滿鬥心 也有一定的技術 在壓力底下 可以大球運向前場 而且不一定是局限於邊路 或者由邊線引入中路 他都有這個能力 相比之下 說真一句 如果我是紐卡素 可以兩者讓我選擇 我選賀爾就不選泰亞尼了 如果你說著重地面推進那方面 我覺得賀爾會 現在讓我看到的潛質 甚至乎能力的表現 會比泰亞尼高 泰亞尼就是要 就是靠著左邊邊線 有一個空檔 再向前猛推 當然泰亞尼的全中球 那個水平是很高的 各線升場 但是泰亞尼又年紀大幾歲了 你再加上 這個3500萬英鎊的最後總價 我當你去得到 泰亞尼現在說的 你要收購都是2-3千萬英鎊 我給多一點 這個是18歲的球員 又是英格蘭的球員 那潛力各方面 在投資價值上 絕對比泰亞尼高 那麼 雖然 泰亞尼是否離開阿仙奴 現在說西甲的 黃蘇也有興趣針對他 但是對於紐卡蘇來說 這一宗的轉換 我覺得是做得聰明的 講一下法甲那方面 摩納哥這支球會 就簽入了 這位現年22歲的 來自拖廉奴的 右閘球員 韋費特申高 據報的轉換費是1千萬歐元的 韋費特申高 在右路邊線 打光的球員 上上下下下 應該當他是逆位 那樣 上個球季一共出場了35次 射入了兩個球 有兩次的助攻 曾經 AC米蘭對他也有興趣 接著今集另一個主題 沒有封面出現 但是一定要跟大家說 就是阿積士 除了阿積士 剛剛也官方宣佈了 簽入這位現年20歲 來自丹麥球會維保的 右閘球員 或者是右翼球員 這個安東加爾 轉會費是450萬歐元 已經打破了這間丹麥球會 維保的轉會費紀錄 上屆為這支球隊維保 安東加爾 一共上陣過44場球 入了一球 有助攻六次 連續兩天都有新球員加盟 另外一位 我上一集也說過的 就是艾卡邦 這位前阿積士奴青分體系出來的 英格蘭前鋒 上屆在米道士堡 也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我們可以結算一下 這幾位球員 再加上 應該阿積士 在今個夏天 簽入了一堆球員 為什麼要特別講講呢 因為上個月份 他們的老將 塞爾維瓦的攻擊球員 泰迪就離隊了 當日有報道 泰迪有些不太滿意 新球會新領導層的情況下 他不太好搞 知道阿積士轉會的運作是怎樣 看不清前路 所以要求離隊 也是成人之美 放他走 好了 現在阿積士總監 米斯蓮達特轉石眼 究竟是什麼玩法呢 首先 今個夏季 引入了什麼球員 分別有這位 雲迪寶文 現年28歲 身高六尺二寸 是前荷蘭青年軍國家隊的成員 過去在荷甲的燕豪分 或者發甲的陶勞茲 都有穩定的上陣紀錄 他這次是 自由免費轉會加盟 在荷甲的第一場 他已經為阿積士披甲 另外一位就是班哲文 達希諾域 他2020歲 身高1.91 波斯尼亞國腳 他可以踢防中 中堅的位置 就從羅馬 800萬歐元的轉會費加盟 亦都在第一場 為阿積士正選上陣 當然 他雖然貴為波斯尼亞國 但是 他目前聯賽的上陣次數 無論是羅馬 過去也不是太多 另外一個就是 拉馬伊 現年21歲 在過去的集數 我報道過這宗轉會消息 加盟 就是從法蘭克 覆轉頭的800萬歐元 1.89的新高 德國國家都是青年軍的門將 當日反而這宗轉會 就覺得800萬歐元 買一個不是很多上陣次數的門將 是比較冒險的 這個花費也不低 另外一位 也有報導過 就是卡路士保格斯 現年19歲 來自曼城清分體系的 葡萄牙易峰球員 新高1.70 1,400萬歐元的 固定轉會費條款 亦在亞迪斯第一場 何甲賽事 這個球櫃 有後備上陣 好還有這位 即高域美迪 現年24歲 新高1.93 曾經入選過 克羅地亞國家 B隊一次 中堅防中 都可以適應得到 德月的聖保利轉頭 200萬歐元 也已經有上陣 艾卡邦 剛剛加盟 27歲 最新高1.83 前英格蘭 國級U隊的國腳 這次轉會費 固定那一刻 是1230萬歐元 又不在市保轉頭 另外還有 剛才剛才 開頭介紹過的 安東加爾 20歲新高1.83 是丹麥的U隊國腳 逆風 450萬歐元 從維保轉頭去亞迪斯 為什麼讀了這麼多球員資料呢 因為由雲特寶文 班哲文達希諾域 以及高美迪 這幾位球員 全身高1.90 甚至1.90 過外的球員 過去亞迪士 甚至一隊中堅 李申道 馬天尼斯 以及添巴 身形不足1.80 的高度 引入了幾位高大的球員 馬上取得到 正宣上陣表演的機會 換言之 亞迪士 開始扭一扭轉風格 可能是企圖 進入多一些高大的球員 往後未來 無論是何甲 或者歐洲賽事 起碼在新型上 不要太過輸竊 這是個人自己一個角度的出發點 也是 今屆亞迪士 已經再不是希丁家去執教了 引入了上季執教 這個陸特丹斯巴達的教練 他的名字叫做莫里斯·史丹 莫里斯·史丹 莫里斯·史丹 上過球櫃才執教 這支中型班球隊 在前一屆 其實他們在互給漩渦 就留得低 上屆馬上帶領陸特丹斯巴達 就是得到聯賽的第六位 這個席位 當然以何甲的水平 第六位 可能你不覺得算是什麽 但對於陸特丹斯巴達的班底 不用互給也算偷笑 還可以去到第六位 所以就被阿迪斯上中了這位教練 現年49歲的莫里斯·史丹 他在何甲那方面的傳媒評價 都是說 他因材而教的 他又沒有特別是什麽 很強調某一類很風格化的教練 433、4231 是他比較慣用的陣式 而上屆陸特丹斯巴達 能夠有一個中上的成績 這麽好表現 是因為穩健的防守 結果會怎麽呢? 相信大家要看看今屆的何甲 看看阿迪斯是否有脫胎換骨的演出 並且在如下下來的轉會槍的時間 阿迪斯仍然是可以得到進一步提升實力的機會 先看看今屆 我剛才說過引入的球員 原來那裡加加賣賣 都是五千萬歐元左右 但你再看看他們目前 今屆其實他們下季就借走了 放走了很多的球員 賣走了 賣得出錢的有這幾位 添巴4千萬歐元去阿仙奴 納華利斯3800萬歐元去韋斯坑 巴素2,250萬歐元去富坑 另外還有這個 武漢、默迪、達拉美 1,200萬歐元去蘭斯 再加上泰迪便放走了 這裏其實已經說了 接近1億2千萬歐元 不要忘記了 加勒國的攻擊球員 古導師隨時都會走 如果他離開了阿迪斯坑 那裏又會多幾千萬歐元 即是商家上來 分分鐘去到1億6至1億7千萬歐元的 轉會收入 那裏一脫一脫 其實阿迪斯坑還是有大把錢用的 接著到此事故人來系列 這位現年已經是34歲的 尼利亞國腳前鋒 印哈勒 過去他效力過屈福特 亦效力過中超球隊 譬如長春亞太、上海新花 亦是愛借過去加盟過曼聯 今個球季 他與沙特阿拉伯的第一球會 論實力今時今日 希拉爾 合約完滿 自由身離隊 當然希拉爾現在有尼馬 何時輪到你呢 今次自由身離隊 轉投另外一支沙特阿拉伯聯賽球隊 艾韋達 簽約兩年 說回欣哈勒 自從他加盟沙特聯賽 第一間效力的球會 就是艾莎巴 之後就是希拉爾 現在就效力艾韋達 艾韋達 是屬於沙特阿拉伯的中油份子 過去兩個球季 欣哈勒的入球率都不差 無論上陣入球 一個上陣的71場 入足52個球 能否在艾韋達 繼續高的入球率呢 現在沙特聯賽也有得看 德格聯賽也有得看 可以說是 香港球迷來說 挺好運的 接著一宗 同樣是有關於 沙特阿拉伯球會轉會消息 這支我認為是實力最強的希拉爾 強得來不只是前面 後面也要穩固一下 他們就花費了2100萬歐元 從西甲的球會西維爾 簽入了他們的好球滿章 這個班奴 班奴去到希拉爾 就會穿上37號的球衣 這次合約的年期 就是去到2026年的6月 另外一位也是 此事故人來系列 就是現年35歲的 中鋒球員 大家記不記得他 就是迪利 迪利 這個球員也挺橫的 這次以球員加教練的身份 加盟英格蘭粵組球會 即是英格蘭第四級別的聯賽球隊 森林流浪 迪利本身已經取得了 歐洲足協A級教練的文憑證書 所以這次教練加球員的身份 從低組別開始 也可以教得來 可以新教 自己上陣示範給一眾隊友 這樣也挺好的 迪利本人表示 這個行為是關於未來的十年 不是十個月的計劃 是未來十年的計劃 這是新旅程的開始 他本人非常興奮 OK 祝福迪利 你的教練生涯未來會很成功 另外一宗轉會消息 二年三十歲的馬賽中場球員 烏克蘭國的馬連洛夫斯基 將會租借過去衣甲的球會熱蘭亞 而且租借之外 也有一千萬歐元的買斷條款 說回馬連洛夫斯基 曾經一度是阿特蘭大 這支衣甲球隊 一個不可或缺的主力 逐漸他失去了正選的位置 今年一月份租借到馬賽 出場了二十三次 入了兩個球 有一個助攻 這次再回到意格 會不會是可以為自己重新證明一下 一千萬歐元的買斷 熱蘭亞會不會真的買斷他呢 接著講到曼城 剛才提到 曼城原本想斟拍吉達 因為涉嫌賭博的關係 那就不用談了 結果他們簽了這位球員 這位球員應該都看中了很久 就是來自李斯特城的一位天才中場球員 盧比斯 盧比斯的轉會費是150萬歐元 再加浮動條款 他今年只有十四歲 十四歲的盧比斯 有資格代表法國 喀麥龍 英格蘭和蘇格蘭 這麼年輕 大把時間去想 看看能不能踢出頭 在曼城那裡 曼城能夠從李斯特城手上 突然挖走這位天才中場球員 擊敗了車路士 曼聯、紐卡蘇、利物浦、大巴黎 巴黎聖日耳門等等多間的豪門球會 所以這位盧比斯 究竟幾多年之後 我們能夠見到他在頂級原賽上陣呢? 好了 另外一單 短短地說一下 這個雲達爾 這位土耳其球員 費倫巴茲宣布了 從馬賽簽入這位球員 轉會費是1500萬歐元 今集另外一個主題 就是車路士中場最後一塊拼圖 在說的是車路士 終於都還在這塊最後的拼圖 他現年只有19歲的 潛力無限的 比利時國家隊中場球員 拉維亞 跟車路士簽約7年 轉會費的總額是5800萬英鎊 我計算一下 5800萬英鎊除了7年 平均每一個財政年度攤銷去計算 都是800多萬英鎊 拉維亞在車路士暫時 這個球櫃就會穿上45號號號號 的波衣 到2030年的合約 到時拉維亞的說話 都只不過是26歲 真是有牌拼圖了 轉會費的結構是這樣的 5300萬英鎊的固定 再加500萬英鎊的浮動 由於前一屆 他還是萬成的球員 萬成賣他去修咸頓的時候 便設定了二次轉會分成 這個二次轉會分成的分額 就是20% 很容易记得出 就是曼城在今次拉维亚转头车路士当中 他们同时也可以得到1060万英镑的转会费 如果浮动资金能够达到的话 他们就可以再加多100万英镑 说回拉维亚的背景资料 他是出身至比利时球会安德烈捷的清分体系 2020年的夏季转会商就加盟了曼城 但是没有正式确立一队的位置 所以在去年的夏天就以1230万欧元的转会费 就加盟了去修咸顿的 虽然说修咸顿上个球季就降班了 但是他的出息表现潜力无限 就引来多间英超大会的关注 车路士中场最后一块拼图了 说的是安塑菲兰迪斯一直会说车路士 今个夏季就是会为他找一个掃挡的帮手 终于卡斯道谈了很久 终于都签了一成了 这几位的中场球员 签下的都是一份长约 未来车路士就不像每一届 都将会是这两个球季 需要花这么多钱去做这么多单的买卖 因为他们已经在 只是能够限额在五年的 摊销计算方法的条例 出籠之前就已经搞定好一个 未来可能是五年六年的班底 这班球员在现在这一刻已经有这样的技术 这样的能力展验 如果随着他们经验增加 年税增加 那时候还是黄金当蛋的年纪 能力可以去到多高呢 如果是按照普洁天奴 第一层对着利物浦的时候 这样排出一个 左右逆位的角色 列斯尖斯说他的腿筋有受伤 不知要休息多久 他那边的位置 我马上想到 卡斯道就可以串演了 因为卡斯道上个球季 在白里顿的演出 都会有些长数 将他安排在右闸的位置出现 卡斯道可以适应这个位置 换而言之 可能很快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安素、费兰迪斯、卡斯道 再加上拉维亚 他们同场正选上阵牵纪 讲一个这么年轻的班底车路士 不只是中场 其实是防线 攻击线那方面也是 所以大家想一想 车路士这样去投入 不断在那里滚 不断在那里 可能有些错误的收购 当然也会有 可能他将班底定下来 这支车路士真是 真是令人咋舌 好了 今集最后一个主题 也是一宗转会消息 当然 英超球队阿士东维拉 官方宣布 从土超球会 加拉塔沙雷 引入这位 应该说先租借猴买团 现年24岁的 意大利国家队 进攻中场球员 或者你可以当他前锋 申尼奥路 这个租借期是一个球贵的 他来到阿士东维拉 便会穿上22号的球衣 今次整个转会结构 就是这样计算的 租借费用 500万欧元 再加这个租借浮动条款 137.5万欧元 在我做了30集的转会大臣 我记得应该是第一次 讲及这个 租借期内的浮动条款 当然了 这137.5万欧元 能够能够得到 就要衡量球员 在租借期间里面的表现了 而阿士东维拉同时 也要负担了球员 在租借期内的全部工资 有条件强制的买断条款 就是去到2250万欧元 所以现在你可以笼统一点 去算一下 500万欧元的租借费 如果先租 原意后买断的话 加上2250万 就大约是2750万欧元 另外还有附带多1500万欧元的浮动条款 另外加拉塔沙雷 同时也设计了10%的二次转会分成 新尼奥路过去 被譽为意大利金铜 是有一定原因的 第一个新型高大 高大得尼 其实他在脚法的展现 一拳一扣 都是挺势利的 其实挺难得 对于这麽高大的球员来说 尤其是在急庭那里 都相当之重要的 他亦是健康的 有定身体的抗衡能力 不过这个球员 过去有些记录 就不是太出色的 就是那个伤患的记录 过去 我记得之前的 诀会大臣集数 我都说过的 他的伤患记录 应该长到 是停了一整年 实际的时间 加起来 几段时间 这一点是对维拉来说 都要注意的地方 但是维拉引入他 我也明白原因的 因为维拉 或者过去我们再说 维拉里尔 你看到埃玛利斯行的踢法 其实对攻击球员的体能 的需求 真的很大很大 需求得大的话 就有另外一种等同意义 就是说 你很难要求这些攻击球员 长年长时间 每一个球队都保持十足状态 一定是起落可能会比较大一点 这样的状况下 就需要更加多的人员 去轮换了 你看回他们阵中 甚至乎还有 哥伦比亚球员 这个杜伦 杜伦 现在就有伤的 他也是19岁 比较年轻一点 可能未够成熟 引入了新尼奥鲁 我觉得在一个角色类型来说 是一个不错的引入 不过是担心 他过去的伤患纪录 来到英超了 要看一看 看看他好不好 OK 今集的转会大臣 来到这里